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就在2012年10月30日 中兴广场的欢快场景戛然而止 去而代之的是急促的警报声和威严的警界线 应该是7点15左右的发生的事 7点21报的警 7点8你接到的事 当时他正好在那个闹市区有个事 清龙县可以说最繁华的地段 2012年10月30日晚7点21分 河北省青龙县交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 称青龙县闹市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接到报警后 青龙交警大队的侦察员迅速赶往现场 当侦察员赶到现场时 肇事者已经逃逸 伤者也被周围群众送往医院抢救 事故现场只剩下大片的血迹和围观的群众 事故现场位于河北省青龙满足自治县的闹市区 聚集的人群将现场破坏的颇为严重 在对事故现场进行仔细勘察过后 侦察员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已经剩得寥寥无奇 根据现场目击者称 一辆摩托车与一名行人同时摔倒在地 由于事发突然 现场几乎没有人看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事发后 倒地的行人头部出血 而骑摩托车的人接下来的举动却让现场围观的群众感到疑惑 现场目击者众说纷纭 但没有人能够肯定骑摩托车的人究竟是肇事者还是受害人的亲戚 侦察员在感到疑惑的同时 立即将河北青龙县城主要路段进行封锁 追查骑摩托车的人 与一次同时 侦察员兵分两路 一方面 调取在事故发生地点周围的监控录像 另一方面 侦察员兵分两路 到医院探望伤者 试图从伤者口中得到肇事的详细经过和肇事者的信息 很快 侦察员从附近的一处监控探头中 查找到了案发当时的监控录像 从监控录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2012年10月30日晚19点17分左右 一辆摩托车自动向西行驶 突然间像是躲避什么东西 摩托车失去平衡 滑倒在地 几秒钟后 摩托车驾驶员将车扶起 并用力地当串摩托车 在发动车辆后迅速驶离 从东向西走的 他创完以后 拽了以后 他起来以后 都下来到人家 估计都三四秒钟 这短短的一分钟监控画面 记录了整个事故发生的过程 并且在监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辆摩托车上仅有驾驶员一人 根本不是所谓的受害人从车上摔下来 由此侦察员判断 这辆摔倒的摩托车就是肇事车辆 然而监控画面虽然还原了事件的发生过程 可侦察员却无法从中看清肇事逃逸人员的面部特征 整个那个录像就掐那边 就看着他拽一点看不到那个受害人 然后他又兜起来走 这都看清楚 因为这都在现场的人 都确认这摩托车就是 但看不准是男的女的看不清 也跟摩托车也看不清 不太理想 但是有推进的过程 倒地的过程 就知道是一辆车 是摩托车 是电动车 那当时报确定 因为现在电动车车速也挺快的 人基本看着一个轮廓 由于该摄像头属于民用监控摄像头 所安装的防卫并没有很好的记录事发经过 导致整个事故的发生过程 仅仅有一半的画面处于监控内 并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监控画面中根本看不清摩托车驾驶员的真实面目 甚至无法辨认出 肇事逃逸人员最基本的体貌特征 随后 前往医院探望伤者的侦察员 也反馈回消息 伤者由于头部着地 伤势过重 昏迷不醒 咱们只能找主治大夫了解 当时已经说大脑已经死亡了 就是身体没查着呼吸机呢 据了解 死者杨某 是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某银行职员 事故发生当天 她与老伴像往常一样 在晚饭过后前往家附近的中心广场散步 吃晚饭我们出去溜达去 出去溜达去吧 我先走去 我在广场里头 她在后边 后边她可能跟两个人说点话 她就晚一点出去了 就是实际正常 那我俩前后走的 在老伴王某出门后不久 受害人杨某便出门 向县城中心广场走去 然而晚餐过后的杨某 根本没有想到 厄运已在前方倒口 我当时真的玩着 你把他都给我拽住 她说那个 你嫂子快点走来 她是在银行上吧 她说那个嫂子快点走来 我请了饭 我说啥事 她说你快去出车祸 到医院那个情况 我都说往前后哭 我都哭不出来 我都知道心里的生意 他们干的那种酷的 我都说过酷的酷的 我都要这样天天 因为都不用 叫弟弟 有那种情况 咱们说 那种什么样 不到哪个身上 这个情况也就是 侦察员一边安慰伤者家属 一边紧锣密骨的进行调查 真真正正的 打西洋里头 即是说有一点线索 可以这样讲 我最次是让那副大队长代表 你去 要不都我去 然而 除了那段 画面模糊的监控录像 案发当晚 侦察员 再也没有获取 有价值的线索 夜深人静 喧闹的县城 渐渐安静下来 交警大队大队长 带着大队所有民警 在县城里的小区内 逐一搜查 寻找当晚造势的搏驼车 尽管找到县索的可能性很小 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四日清晨 疲惫的侦察员聚集在会议室内 重新梳理还原事故现场和案发经过 并在现场周围寻找距离现场更近的目击者 找着目击证人 肯定有人起眼见着这个东西 因为那是一个晚上七点多钟 七点多钟 那会儿呢 还有这个路 路上应该有人 是吧 咱们这块 就兵分几落啊 就走访周围的人 侦察员再次走访案发现场周围的商铺 出租车等有可能目睹了事故发生经过的目击者 终于在十月三十一日下午 一个新的线索被反映上来 登山轮的看着最清楚 当时这个他离这个现场有三四米远 他是从西向东走 那个体貌特征就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一个男孩 黑上摩托车 长发 但是别的他记不清 侦察员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迅速对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画像 并针对长发 身高等体貌特征 对此人可能出现的场所进行逐一排查 目击者说 他像摩托车不推心 人不推干你 好像是在工地打工干活任何人 周边工地也有十多个工地吧 人员 装拉出名单的就是十五六十五朝上 三十岁朝下 咱们拉名单也拉出了七百多人 随后装拉组侦察员对青龙县城内所有建筑工地的八百六十多名工人 进行逐一排查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八百多人的排查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会议室内 侦察员面对模糊的监控录像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傍晚的青龙县城一片温馨 是什么让一切戛然而知 已对相伴几十年的夫妇 晚餐过后竟生死别离 警方大范围排查 案件却依然没有线索 侦察员将如何打开突破口 找到肇事逃逸的摩托车 最后的晚餐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2年11月2日上午 河北省青龙县医院的走廊里 传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泣 重伤昏迷的受害人杨某 因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家属悲痛的哭声 营绕在每一名侦察员心头 2号家属通知就是告诉我们 这人不行了 家属全去了 那当时有二十来人 儿子归宇的亲戚朋友全去 咱们作为警察来说 咱们既理解心里也不好受 伤者的去世给亲属带来了巨大悲痛 亲属的眼泪也滴落在每一位侦察员心头 可以这么讲 在县城这个闹市区 有这么一起案子 那压力太大了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人呢 因为我们都认识 因为他这人 人缘特好 晚上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青龙新闻 首先为您播送青龙满足自主县公安局 关于协查肇事者的悬赏通告 2012年10月30号19时10分许 在青龙满足自主县青龙镇 中兴路加勒家门前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摩托车将一行人撞伤后逃逸 巨大的压力之下 专案组决定重新整理思路 在原有监控录像的基础上 希望从其他方面 继续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一方面 侦察员在青龙境内的工地 再次排查20岁左右的长发男性打工人员 另一方面 根据案发现场掉落的摩托车碎片 查找摩托车车型寻找线索 随着追查工作的不断深入 一张无形的大网覆盖了整个青龙县城 把所有卖摩托车的点我们都给走访了 还有在县城建筑工地 碎片它到底是什么车 它的车型是什么 然而 面对三块摩托车碎片 以事故现场还原为特长的专案组专家们 再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专家都确定不了 因为摩托车碎片太少 拼接后的三块碎片没有任何花纹和车型标志 甚至无法辨认出 这块碎片出自于摩托车的哪里 大个部位 侦察员拿着三块摩托车碎片 几乎走遍了青龙满足自制县 所有的摩托车修理店和零售店 始终没有任何迅速 咱们根据这碎片 就是摩托车售后的 卖摩托车的地方 修理摩托车的地方 甚至包括电动车 咱们都去了 去找那个专家 看看这到底是摩托车什么地方的 什么牌子摩托车 找这个卖摩托车的 修摩托车的 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什么车上的 此刻 现场发现的碎片已毫无价值 外围工地上的排查也没有进展 案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此时 拘力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天 这让专案组的侦察员 都感到了一丝绝望 七点多钟人也挺多 家族认为这个应该倒了 就跟白天一样的人特多 哪怕不老呢 那还行 就是压力特别大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青龙新闻 首先为您播送青龙满足自立县公安局 关于协查肇事者的悬赏通告 2012年10月30号19时10分续 在青龙满足自立县 在青龙县城的主要街道上站岗直勤 可与以往不同的是 他们时刻都感觉到 背后老百姓期待的目光 每名侦察员都承受着工作中无形的压力 傍晚的青龙县城一片温馨 是什么让一切戛然而知 一对相伴几十年的夫妇 晚餐过后竟生死别离 专案组大范围调去监控录像 试图从中找到肇事逃逸者的踪迹 一辆加速狂奔的摩托车 是否使案件能由此突破 最后的晚餐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十天过去了 工地人员的排查和摩托车碎片的查找 没有进展 除此之外 专案组围绕案发地点调取了大量监控录像 试图从中找到犯罪嫌疑人的 蛛丝马迹 由县城加勒家往东地所有的商部的监控 几乎全部都被调了 东边所有的路向进出口 商场也好 还是咱们指挥中心也好 还是降队的监控也好 估计查有五十多处 这路向得五十多处 所有的路向 商部的路向 哪个小红洞出来也得查 所有的路向 所有的监控路向 有监控路向都得查 不管它有用没用 全部看 然而在凌乱的监控画面中 寻找一辆没有任何特征的黑色摩托车 犹如大海捞针 招式车辆及驾驶人仍然向人间蒸发了一般 使案件侦破工作步履为奸 一个监控一个监控的比对 在工作量上也不小 由于案发地点处在闹市区 所以记录下案发现场周围情况的 基本上是周围商户的家用监控摄像头 并且或多或少的存在拍摄角度 清晰度等问题 这个警方甄别坐按摩托车时 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都不是很清楚 而且那些监控啊 不是说都是正对着公路的 全是各家商铺那个监控 由于案发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左右 来往车辆较多 而青龙县城内很多百姓的主要交通工具 就是摩托车 在监控摄像头下很难辨认出坐按车辆 轿车创人的话 这个外形它比较大 有车灯 这个有两树车两个灯光 摩托车是一路灯光 在这个驾驶室司机的位置才不一样 这司机在驾驶室里头和这个 骑两轮摩托车在外面骑着 明显就看出来 尽管如此 侦察员仍然没有放弃 终于在经过三天拉网式的辨别后 侦察员从案发后的第十三天 距离案发地点向东两公里处 发现了一些端倪 外发前大概两分钟吧 对面而出了一个灯光 出来灯光到路上你得一看你是一个摩托车 记录下这一画面的是某信用社的监控摄像头 对面就是事故受害人所工作的某银行 侦察员根据摩托车的灯光驶向判断 赵氏人很有可能是从附近的某一个胡同里将车驶出 在拐了一个弯道后加速向事发地点驶去 就看了一个灯光 因为那天已经黑了 看了一个灯光 往南照的 南照以后往右转的 细心的侦察员发现 这辆摩托车与其他车辆行驶的最大不同点是 它在上路后有一个明显加速的过程 这一发现让侦察员有些兴奋 随后专案组将这辆摩托车 坐行驶方向其余路口的监控路向一并调出 逐一发现了这辆摩托车的车型 到前面就是这个商业街这个丁路口的 也就一看一晃过去 向前走不小心就指挥车嘛 所以咱们当时就把这个摩托车 列为重点了 侦察员迅速赶往监控画面所拍摄的地点 找到了摩托车可能驶出的小路 结果当时一去发现 这胡同是个死胡同 就是三户那个 它属于坐地户 但是坐地户都没来得住 还一户租了有四家子的 有五家子的这三户总共也租了十三家子 通过秘密调查侦察员得知 这条胡同递出案发地点正中 由于房屋破旧 胡同里原来的房主就将几间大房 改成了若干个小单间 分租给十三户外地来清隆务辅人员 为了不打草惊蛇 侦察员一面秘密监控胡同内各族住户的行踪 一方面对这一地点进行侦察实验 准确计算出此地至案发现场的时间 进一步确定嫌疑人是否居住于此 我们用摩托车摸你 这刻到这应该多长时间 它那个监控到这应该是多长时间 字amientos叠叠得要对了的话 是吧 就有可能 这一个胡同里出来的 嫌疑就最大 侦察實验表明 从受害人居住的某银行胡同口到案发地点 用时基本为6分钟 令侦察员振奋的是 从某信用社监控画面中 摩托车第一次出现到事故发生地点 时间刚好也是6分钟 虽然侦察实验不能作为最直接的证据 但多日来案件侦破的毫无头绪 及工作上的巨大压力 使专案组成员对这一实验线索重视起来 并开始对该胡同内的属住户展开进一步调查 走访他的这几户 你这几户常住人口是谁 都有谁在那天晚上出入的 通过缜密排查 侦察员统计出 胡同内共有6辆摩托车 其中张某陈某和一个外号叫乐乐的人嫌疑较大 做这些工作就是在外围做的当时 结果这三个人呢 有两个人有摩托车 原来警方通过外围调查了解到 在租住户中张某陈某和一个外号叫乐乐的人 各有一辆摩托车 而就在对三人进行询问时 张某却声称 早在年初就将自己的摩托车卖掉了 直接上他老家 就是住让子家 那个后白早山 直接上他们家去了 去了我 当时咱们又问他一遍 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摩托车 但是他一口否认 没有摩托车 张某的时刻否认 是侦察员越发的警觉起来 专案组立即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 一方面了解张某的生活背景 另一方面寻找张某摩托车的去向 在案发之前 一直在青龙城西一个百里疆场 通过这个他干活这个地方 咱们也了解到他去平时 这个嫌疑人都骑 就说因为他农村地上来 他打工 他得有交通工具 骑摩托车 不知道骑摩托车 什么样的车型 什么样的颜色 通过工厂负责人为一 张某上下班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是一辆黑色弯梁摩托车 专案组辨别专家立即有针对性的将现场破取的摩托车碎片 与市面上黑色弯梁摩托车进行比赘 很快就确定了三块碎片属于加龄牌弯梁摩托车所有 紧接着一个令侦察员再次振奋的信息反馈上来 至此张某的犯罪嫌疑骤然上升 专案组立即决定 对张某进行近距离接触 何时当晚张某的确切去向 傍晚的青楼县城一片温馨 是什么让一切戛然而至 一对相伴几十年的夫妇 晚餐过后竟生死别离 监控对象突然消失不见 警方决定立即对其抓捕 案件告破 铁窗高墙之内犯罪嫌疑人将面对怎样的良心谴责 最后的晚餐 天网玩物正在播出 2012年10月30日发生在河北青龙县城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已经过去了近半个月时间 侦察员通过零星的监控录像和外围调查得到了线索 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居住在某银行东侧胡同内的张某身上 专案组决定近距离接触张某 以及与他经常接触的乐乐陈某等人 在讯问过程中侦察员敏锐地察觉到乐乐等人在回答当晚的去向时闪烁其词表情惊慌 找一次这个嫌疑人家属也好嫌疑人也好就找过他们一次 他们每次都表现很心虚 关键证据就是找到张某的摩托车 然而就在张某是否只有车辆这一问题上 侦察员外围调查的结果却与张某本人的供述大相敬佩 有情况反映就是说他这个他有摩托车 在这个今天就发明这个时间段他有摩托车 现在还是就是说那种我们就是掌握的就是黑色的这个万两摩托车 咱们找他了点 他说我有摩托车卖的 这是个矛盾点 矛盾点 所以说我们继续地对他这个人的这个行动轨迹进行侦察 就看就是到底他这个有没有做这个作案条件 侦察员马不停蹄地对张某进行调查 试图找到案发当晚的事故车辆 可是仍然没有线索 我们去以后前后院就是也都走了 包括那个棒筷子那里头我们都也都轴着看看 反复地查 就是说如果坚定这一个方向来 就是说反复地反复地查往西查 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 但专案组通过所掌握的线索分析 张某极有可能是2012年10月30日晚交通肇事案的肇事者 接下来的几天里 侦察员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张某的动向 然而就在案发的第三周意外发生了 那天最后早晨起来我们立会的时候 我们去女民警 又找她妈 她妈原来干活的地方 就不带了 此时就不干了 这一突发情况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侦察员通过调查特知 张某及家人与当日上午返回租住地 有准备外出的迹象 专案组立即决定迅速收网 对张某进行抓捕 然而就当侦察员制定抓捕计划时 办案人员接到了一个令人心情放松的电话 我这时候都打电话了 127号就是和他母亲带着孩子上投案来了 原来就在专案组调查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苦苦寻找犯罪证据时 张某预计家人内心也极其复杂 经过几番挣扎 在侦察员穷罪不舍的调查和良心的谴责下 张某终于放弃了抵抗 到公安机关自首 旁边人就是目击者 那个一看见我冲人了 他们就笑我 当时我就害怕了 他们就跑了 一想咋着都是一条人民人 出发了害怕 心里不知道该走去面 据犯罪嫌疑人张东交代 2012年10月30日 晚饭后的张东 已与家人发生争执 驾驶自己的黑色嘉陵摩托车 自某银行东向西行驶 当他路过一家电气商场门前时 将晚饭后准备到中心广场散步的杨某撞倒 看到杨某倒地后大量出血 张东惊慌之下 驾车逃逸 为躲避法律的追究 张东将摩托车骑到家中后 连夜将摩托车拆解 金属部件埋在院中的猪圈内 剩余的摩托车塑料部件 拿到离家五公里远的西山上 烧毁掩埋 至此 专案组历时一个月 成功侦破了1030恶性交通肇事逃逸案 然而 案件侦破后 邦安人员的内心没有欣喜 相反 每个人都在为死者默默地祈祷 为肇事逃逸犯罪嫌疑人 没能在第一时间救死扶伤 感到惋惜 在大街上他跑来 他要不跑的时候 我正想 当时整个愿意 他不是那么厉害 不见得造成死亡 我这也不会说话 很对不起 我不会说没有这话 非常对不起 家是每个人最甜蜜的长官 而犯罪嫌疑人张东的行为 却是原本幸福美满的杨某一家 支离破碎 在法律与道德面前 倘若张东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失 果断对受害人进行抢救 也许一切都还可以挽回 如今 等待他的只能是冰冷的铁窗 和自己内心深深地忏悔 实在店内 和爱漂亮的老板娘惨死其中 案件现场 诸多矛盾无法解释 监控录像 惊现神秘骑车人 手机短信 迁出忠实爱慕者 是谁与他频繁联系 又是谁 躲在暗处不断窥视 食杂店已按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好 好 啊 好 好 感谢观看